歡迎嘉富中心為國中學生基盤3天2枚的夏令亞華東 在歡迎起訴公益金以及公益採用分配化的經費協助資格 學生中前往北港來參觀調天宮當時體驗傳統的工業文化 在華東的第一天,中心國會參加學生來基盤真良中的氣氛典體 然後嘉富學校的浪費和工業表演 嘉富委員也來跟學生基盤作為人靈以及為國中 很幸運在這三天的活動裡面都能受騙摸摸 留在國下以及精彩的人才 為這張開運活動帶來給人期待的感受 因為接下來他們就要在大高大小的北方 到北港進行三天兩枚的夏令亞華東 我希望能來台灣這裡認識一些文化古蹟 希望能在多人試一下 好好就是因為生國三科學壓力更大 所以我覺得來玩就是來體驗一下 希望交到更多朋友這樣 對對對 歡迎嘉富中心在宿舊上要繼續進行 為國中學生基盤夏令亞華東 我們是把壓力須要經費 合格在有地檢視和官府的大學組 讓這年輕人可以有精彩的壓力好參與 我們希望說這一次的夏令 可以結合我們傳統的在地文化跟記憶 讓生活在雲林縣的孩子可以更了解說 我們雲林縣其實有很多特別的工藝 特別的一些文化傳統 其實是非常漂亮非常值得去欣賞的 謝謝我們的那個環期數回饋金 跟那個工材回饋金 然後可以就是贊助我們資源的經費 夏令亞的開運活動 除了有嘉富學校的精彩表演 尽管是美秀副副副家庭的嘉富委員 也來含參與的學員 組合為國安町 朗林 就讓他們的活動一起平安順序 希望縣政府以及我們的地檢署 能夠每年都辦這個 因為這個對小孩子來講真的很有意義 而且同時在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也可以讓小孩子去體會 他們的一些法律的嘗試 讓他們知道所謂的權利跟義務 看到這位出現 就知道夏令亞要正式開始了 相信北港豐富的人文風情 以及都圓的核實力量 一定會帶給這些孩子 最精彩的思考的基地 記者靈一靈 蔡幸福報導